部長請 許委員你好 好 部長 我想今天大概大家都很重視 這個基本工資跟所謂的生活工資 這樣的一個議題 那我們看到勞動部的報告 是有提到說有關生活工資的部分 要再邀請地方機關 以及相關的學者專家 團體來探討 那可是您本身的立場 你認為台灣真的要有這種分治 或者是一國多治 或者是就是這個工資的部分 也就是說好 可以探討 大家可能就一些我們地方首長 甚至很多直轄市長提出來的意見 來做討論 但是站在勞動部的立場 基本工資等於說 有了基本工資 你還要再訂一個生活工資 這個到時候會不會有點 勞動部不會去訂這個東西 勞動部就是基本工資 全國還是一致性的 這個沒有問題 因為它法律上規範在那個地方 那現在地方可以訂這個生活工資 這是地方他自己去考量 但這個我們還不是政策了 到現在為什麼還沒有討論 要討論完之後 只是提了一個方向 只是一個想法 因為也有學者人家提出這樣一個做法 那別的國家也有這種做法在 這是可以研究的課題 對啦 別的國家你們在報告裡面 也有特別提 人家福源廣大 差異性很大 我們台灣小小一塊 也要分這麼多 對 但是還是有地區的差異還是存在 可是我覺得拋出 你拋出這個生活工資 這樣的一個議題 是因為你沒有辦法 好好的為你的政策 對於我們一些直轄市長 提出來的要提高基本工資 你應該要捍衛 剛剛我聽到最後這個趙委員的質詢 你有提到 大家對基本公司的一個迷思 可是我聽到你的說明 我覺得基本公司再怎麼樣 我們都覺得他的底 如果提高整個還是會提高 沒有 不一定 不一定 沒有 不一定 因為對顧客 但有很多人他的工資 都是高於所謂的基本工資 因為在一個企業裡面 他的工資的水準是有上上下下 有不同的差別在的 你當你在把你基本工資提高 你以為墊高他的工資 相對他的分配 給其他員工的薪資調整機會 可能相對會減少 這是沒有辦法 這是分配的問題 就是一塊餅怎麼分的問題 所以他這邊其實有很多的辯論在裡面 沒有那麼簡單的事情 好 那雖然很多的辯論 但是因為在社會上 而且我們多次 頭版都在 大家都在談論這個議題 所以身為勞動部部長 你應該要有 你最明確 然後最簡要的你的回應 你應該要有 好 現在我們來探討 基本工資 我們基本工資到底 可不可以再調高 隨時都有機會 那回應現在大家認為我們基本工資 應該再調高 那大家有這樣的一個期盼 還有這樣的聲音 這個社會上有這麼 我們基本上有一定的聲音 所以表示就是不夠嘛 你不要每次調的 大家感覺不痛不癢 所以大家都一直在喊 我發現我當立委兩年多來 我就一直聽這個議題 我跟委員報告 今年7月1號我們就調到19273 19273啊 對 就是7月1號都還沒有到 就已經要調了 去年決定的 所以都是在調嘛 並不是沒有在調嘛 那19273是有回應 我們社會的 夠不夠 那本來就是見仁見智的問題嘛 夠不夠本來就 有人說要兩萬三有兩萬四都有啊 當然見仁見智 不同意見在啊 都會有的 對對對 所有事情都見仁見智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非常重視的事情 是他一定要有一個適當的程序 去討論這樣的問題 而不是今天隨便說一句話 說多少 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討論 這個見仁見智 所有議題都見仁見智 那現在就是說 大多數的人有這種期盼 有這種期望 那到底這個基本工資 我們跟世界各國比你 你有的時候你可以用一些數據啊 你可以用一些證據佐證 你要讓大家知道說 大家可能只看自己的時候 會覺得基本工資不足 可是如果相較我們相鄰的國家 你有這個數據 而且你應該要這樣子來 對我們社會上來說明啊 有都有 跟委員報告 其實每個國家 他的勞動市場的結構 跟他的情勢是不太一樣的 像韓國跟日本 大概過去這兩年大家都有調嘛 那中國大陸是分期的 我們以實心來看 我們是比韓國低啦 對 但是相對來講 他的物價高很多 對 所以大家就會講 而且他的非典型雇佣非常非常高 我們非典型雇佣相對少很多 所以就是勞動市場有很多種多樣化 在那個地方 沒有那麼單純的簡單的一個答案說 就說怎麼樣怎麼樣 沒有那麼簡單 所以潘部長覺得我們這個 今年7月1號條的19273 已經是在台灣來說 我們這個應該是在整個東南亞 我們這臨近國家來說 我們算高的 我不敢這麼說法 因為他基本上是一個社會共識 政 勞資 還有專家學者 討論出來的共識 那再來本席再請教您 大家認為您是勞動部長 那您的思維應該不是站在企業主吧 您應該是要站在勞工 當然很多事情要整體看 我覺得委員提這個問題 如果這麼簡單答覆的話 那很簡單 全部都把只要勞工有利全部丟下去 可是事實上後面會有後果在的 我們要考慮清楚 當然不是 你也是太誤解我的質詢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很慎重 但是如果你的思維 讓勞工讓社會大眾認為 那現在你的思維 都是替企業在講話的話 那大家 你認為沒有 但是有些人認為 我們有多少的工作 我們多少出來的政策結果 都是對勞工有利的 我們都做了 所以本席希望 你能夠回應我們社會 大家的這個要求 包含生活工資的概念 其實對勞工也有幫助 但是很多人反對 但是這個生活工資 這個部分就是要 你有時候也要看整體 就像你說的不能只看片面 所以 部長很多事情 你要站在整合性的來回答 你不要片面的回答 我剩下的時間我要請教你 我要請教你 周六媒體報導 有關教師的罷工 那我們這個好像勞動部這邊 有一些聲音 是不是一個測試的風向球 對外放話 沒有 那個是我們因為有 跑教育部的記者 提出來詢問 我們的同仁 那我請教 那我們就確實等於說要讓 就是開放 也不是要開放啦 就是讓教師公會也有罷工權 我們朝這個方向 所以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問題其實是在兩公約 在審議的過程的時候 我們兩公約執行法要求 要檢視我們現有的所有的法令 如果不符合兩公約精神的 必須在兩年之內做調整 好 所以我們是被管 這點我也了解 世界各國除了軍人不能罷工 大家都像教師也是可以 但是教師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 對 也是可以罷工 所以我知道複雜 所有問題都複雜 那所以這個我們對於這個 既然要朝這方向嘛 所以部長在心中 你大概也可以知道說 那我們這個罷工的門檻 你們大概有開始思考了嗎 沒有 我跟委員報告 在100年在勞動三法修改之後 當時就沒有容許教師罷工權 當時就沒有 而是用其他的爭議的替代解決的方法 去解決教師的爭議 所以那個時候是為什麼沒有辦法做 就是因為社會上還沒有共識 所以才沒有辦法做 那現在開始做是表示有共識嗎 現在也還沒有 沒有那麼簡單 那我們要朝這個方向來做 他是因為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罷工權 他本來就是所謂教師的 勞動三權裡面的一塊 但是每個國家在決定 這個權如何去執行的時候 他有很多種不同的方式去處理他 那今天只是因為我們被要求 在人權小組要求 我們要去做這個檢視 所以我們會邀請各種不同的人來看 到底我們用什麼方法去解決這樣的問題 是不是能夠真的到達所謂的教師 給予他罷工權 或者罷工權如何做限制 或者用其他方式去解決 不要用罷工權 但是可以解決爭議 這個有很多種不同的方式在處理他 所以只是朝這個方向 但不見得就是說教師未來 其實那都是要社會共識的 沒有那麼快能夠去達成 但是因為我們被要求去做這個事情 對 所以開始朝這個方向 那但是聽起來部長您的立場 還有您的看法是 希望等於說不是像一般大家所認知的這種罷工 因為這會影響學生的權益 但是罷工權我覺得那是基本權 人權基本權的一塊 所以你必須承認他有這個權是沒有錯 但那個權如何執行落實 那是要社會上要有很多的制度上的規範 跟社會上的共識才能夠做 包括門檻也是一個規範 他如果沒達那個門檻他也不能 這個也是共識 一些討論大家都覺得說 這是可以接受才有辦法做 沒有那麼快的 好 那所以未來在門檻這部分也會討論 我剛剛講過就是說還不一定是門檻 說不定就是還是不行 但是用其他方式處理他都有可能 對 好 那如果可以的話除了門檻 本夕也順便想提醒 這個會不會限制他的類別 因為有分國小 國中 高中 甚至大學的 這個我現在都沒辦法答覆 對 因為他又經過討論的 所以現在您的意思就是說 討論的共識您才會對外說明 對 這要花很多時間 而且要很多溝通 因為其實社會上對這個議題 其實非常南遠北側的看法在 非常大的差異 差異非常大 所以現在只是朝這個方向 然後可能也是不斷的凝聚社會的共識 然後在這個過程 大家才有共識之後 才會釐清出一條路 因為有的時候政策的行程 其實也是 對 也是花時間 而且其實行程的過程 就是共識的建立的過程 對 完全正確 完全正確 同意 所以我們導動部是這樣的立場 那本席也是認同的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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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下來 田秋省委員諮詢完 最後 田秋省委員諮詢完